今天我们大概聊两个内容 第一个内容是这次CPIP数据出来了 然后可能还有中泰对于季度的这个GDP的这个看法 对行经还产生了影响 这个给大家稍微聊一下 第二个就是聊一下地产行业 今天是涨的对吧 今天其实涨得不错 跟大盘比起来的话 然后还有银行他们之间的这个区别 怎么去看待这个行业 有时候动态估值和静态估值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好我们就把这个往下面聊 先聊CPI这次都聊5.4 5.4我们看环比同比都是在网上撬的 然后这5.4略超预期对吧 这其实我们之前已经聊过5了 很多人其实对这个已经不是很感冒了 因为这不是当下的主要矛盾对吧 但是有一点基本上可以肯定的 因为一月份还没有完全的爆发出来 二月份开始就是这个CPI预期上 未来几个月应该都是往下走的 应该是往下走的 加上去年的这个那个那个基数开始慢慢高起来了 那么往下走的概率率开始变大了 加上就是本来一月份就是有一个过年的这个效益影响在里面 这个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说这个基本上已经对CPI目前 最起码短期内肯定是对货币政策影响不了了 这是第一 PPI其实也是一个很弱的一个一个一个翘啊 但是这也是一个超过因素 但是那个那个还是一样 我预期二月份肯定也会往下走 对吧 这个肯定是基本上就是走回事情 短期内这两个因素其实是应该是积极作用的 这个跟现在的行情很贴合对吧 现在行情就是占据税率往下走 利率往下走对吧 大家都在拼命提估值 就是现在就是一个提估值的行情 提估值的行情 这个最后的结果 大家应该心里有数啊 一旦业绩证实不了 很快就会结束